大家好,我是终于老马 现代影像技术的发展对于我们一些疾病的诊断就特别明晰 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讲我们应用肺CT 尤其是薄层CT,怎样观察我们的肺片 有哪些疾病呢,我们不用去管它 有哪些疾病呢,我们要重视 我们做肺CT啊,有两张片子 目前呢,我展示这种片子呢,就是我们的肺窗 还有一个片子,就是能看见呢,我们的心脏 主动脉弓,还有呢,纵隔 那我们叫纵隔窗 一般呢,在肺窗中,我们看见哪些疾病呢 我们不要过度的紧张 一个呢,严性的片状影 这代表了近期啊,有急性的肺内感染 那么我们吃一点消炎药就可以了 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调索状影 它代表了一个我们陈旧性的炎症 那么我们就不用去管它 还有一个呢,透亮影 这是呢,肺大炮的表现 我们不用管它,也没有什么呢,治疗价值 如果呢,肺大炮过大 或者呢,影响了呼吸 那么我们可以呢,去治疗 第三个呢,就是钙化造 肺解和治愈以后 尤其我们废墙,CT片子中和第二片中 就能看见钙化造 或者呢,素利样的钙化造 那么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不用去管它 还有一些节节 小于五毫米以下的微小节节 而且呢,表面光滑 在近三年的CT跟踪中 没有任何变化 那么我们就不用去管它了 那么总隔刷 我们看什么呢 看的就是纵隔 是否有站位性的运动件 和淋巴结的肿胀 纵隔的站位呢 主要是包括三点 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胸腺瘤 还有一个是淋巴瘤 还有一个就是对我们的肺癌分期 有价值的肺癌的淋巴转移 那么薄层CT 对于我们一些早期肺癌的发现 是有很大的临床价值的 那么我们怎么看早期肺癌啊 我们这两个窗都要看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肺窗 我们看那个结节 大于五毫米以上了 甚至大于八毫米了 那么这个结节出现了毛刺 还有呢,膜不利结节 里边有了实性成分 同时呢,也叫混膜 或者是实性结节 出现了毛刺 同时结节内出现了 空抛症,血管,气管的穿锅症 有可能还会出现 胸膜的牵拉症 出现这类的结节 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就医 很有可能是一个早期的腺癌 或者呢,是一个原味癌 那么肺的CT 做的不要过贫 以防止呢 S光对人体的影响 我们出现了震位性的病变 肺癌定性了 我们在手术能够做的情况下 你像我们的早期肺癌 我们的17A,17B或者27A 我们均可以做手术 如果到了三期或者那四期 那我们就不用做手术了 我们就采用保守的治疗 是吧 中医的治疗 如果呢 我们肺癌患者 看这个肺癌的治疗效果 前两年或者前三年 我们肺癌频率是三个月 三年以后 我们就一年做一次了 保存的肺CT 对于我们早期肺癌的发现 具有很重要的临床价值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谢谢大家的观看